这里下垂了 证明我们的肌肉松弛了 皮主肌肉 那究竟怎么去练习呢 记得点赞收藏或转发 summer city 注意看细节 细节很重要 那现在练习之前呢 要了解你的皮宝宝在哪个位置 大拇指 大脚趾 内侧沿着这条线 慢慢的往上 走到腹钩这个位置呢 再往上来 到你的胸大肌这个位置 滑向 我们的腋下 最位置 那我们充分的舒适伸展 这一部分呢 现在仔细看细节 我们先做一个蝴蝶式 脚跟脚掌 并拢 然后呢我们身体直立 我们可以先从这个位置呢 慢慢敲打 由上到下 敲到腹钩 对 这样敲 一到两分钟 啊就可以了 不要太使劲 握空拳 去疏通它 敲着敲着会发现它热了 好 敲完了 双手抱脚尖 重点来了 胸腔提 来屁股敲起来 不要拱背 慢慢的上下扇动 对 在这放松 你身体一定要立直 去活动 扇动也是扇动 两分钟左右就行 你会发现扇着扇着 腹钩这里热了 皮宝宝这里热了 那这样的练习呢 还可以滋养到你的骨盆 对吗 当我们这里通畅了 红色椰底循环好了 肚子越来越舒适了 对于我们女人来说 是不是也很好的滋养啊 现在抱住之后呢 过后两分钟了 那我们应该向前向下 这样一到两分钟 继续胸腔提着 屁股翘起来 做完两分钟之后 停下 左手来出地 右手高举起向上 在这个位置 腋下已经有伸展了 但是还不够 我们需要做一个外旋 在这里要说一下 很多同学说 老师 这个是不是内旋 你要把手臂放下来看 这样是不是外旋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内旋 当我们内旋的话 是不是抬起来 是这个样子呢 当我们外旋的时候 抬起来 你看着是不是内旋呀 啊 一定要清楚 是外旋 旋着 找到这里往上提 这有拉的感觉 把手出地 好 胸腔提 眼睛向上看 身体向左侧侧弯 在这里 对 保持十秒钟 放下来 你会发现 这一侧都是热的 手落下来 它有热的感觉 反方向 一样的 左外旋 胸腔提 可以完整的去 把这个位置 皮包包 从上到下 这一粒都给它伸展 好了 这几回 回去落 做完有任何的感受 打到我们评论区